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东州网 公学新年频道 是 风声闻了 天主 是 我们今次风水道长不是讲零的东西 教教我们新年做什么好事 其实我想教大家一些提升自己气魂的方法 很多人说我又要求财 又要求感情 又要求健康 我想说这些就是 如果有人玩过游戏 其实它是给你一种武器 但是你自己的基础属性很低 给你一个这么强的装备 你也用不了 没错 是用不了的 很多人说 为什么你帮我做了这么多东西 我一点都没有感觉 其实因为你接收不了 我现在要教大家一些方法 就是我们的雷法 是提升你的精气神 只要你是高频的 其实你能够吸收到更多好的运气 在道家里面有三个简单的法门 我首先会教第一个雷法 就是我们叫做阴五雷的拳法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雷法 就是我们道门里面的一种最高的法术 以前是用来驱邪风味 杀鬼万千 当我们未需要驱邪风味 杀鬼万千的时候 有些时候其实就是 帮我们做自身的一些护士 因为一个人如果你的运气不好的时候 就是因为自己持续的低频 我们说时运低才能撞到鬼 你高的时候所有好的东西都会给你 这个雷法里面的雷分阴五雷和阳五雷 阳五雷是用来进攻打鬼的 阴五雷是提升自己的精气神 和令到我的气魂更加强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左手 把大拇指放在无名指的下方 无名指的下方 然后握住他 这个就叫做阴五雷 亦都叫做握故 你有没有发现 小朋友 两只手一起 对 先左手 然后右手 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小朋友的时候 他的能量是最弱的 他就最需要有地方去守住他的神 所以他就这样出去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沧海桑田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慢慢就放开了 把手放开 其实你这样握住的时候 会觉得那人的手是暖很多的 总之就是这样握住就是 这个是阳来的 叫做阴五雷阳 还要有十字圣号 我们一有缺的话 就一定有咒 就要读回我们天砖的圣号 是雷阳天砖的圣号 大家要记住这十个字 叫做九天应元雷声普发天砖 九天应元雷声普发天砖 我们要感受到神明治愈我们的力量 是 然后将我们原先的碎气 病气 全部从我们的身体 每一个毛孔排出去 好 毛孔排出去 是 大概 如果我们觉得比较好的良神吉日去修炼 应该是你从年二十三一直到年十五 前面的年二十三到精悦十五 连续去练这十多二十日 然后我们每天念 每天早上和晚上念九次 念九次之后 你就可以正常去做事 可以多读一次给你听 读三次给大家听 当我们这样握故 这个叫做阴雷 握完之后 我们就坐着也可以 站着也可以 你感受雷组给我们的力量 你念九次 九天应元雷声普发天砖 然后感受神明治愈我们的力量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你感受到有些气 往外走 手很暖 这个就叫做 开始排开我们的负能量 如果你未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还要念 继续念 念九的倍数 十八次 二十七 二十七 四十九 不是九的倍数 八一 是这样的 你读到直至自己觉得有气往外排 这个就是一个修炼法门 道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应该以前在李时珍的半草岗里面 曾经有记载过这种修炼方法 入门就要练这种东西 是的 经常说我的气不够 你的气不够 你的气不够 你的运气不够 我们所想运气是在一起的 是的 你不要说我求财 或求感性 就是求什么 一个人信 方方面面都信 是的 好就什么都一起来 是的 没有可能说你感情很好 然后你健康又不好 钱又不好 是百事哀的 是 这个是第一个 是 这个第一个 教了大家之后 平时多一句练习 好了 第二个 你看到我手上多了一个杯 就教大家祭聖水 是的 你将你的愿望祭入聖水里面 然后喝了 是的 那这个是怎样呢 一般来说 我们就是早上 不需要那么专业的杯 什么杯都可以 小小的杯就可以了 小小的杯就可以了 然后把杯放在我们的左手上 左手一定是这样 这个叫三山厥 龙虎山 茅山 郭祖山 三个大山 然后把水杯放在这里 所有的聖水都是这样喝的 是的 你看到很多神仙 或者其他的地方 都会有些人是这样拿着一杯 因为聖水必须是这样喝的 第二件事重要就是我们右手 教大家用劍指 很帅 大家觉得是 这个劍指 我们要将我们的愿望 以及我们的传想 即是希望 将它想在我们两个手指上面 它会出现一个金刚 是 这个金刚就是我们的愿望 然后 传想 即是你想想 一定要想到它出现金刚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 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的意识出来 它不是实际的存在 当你能够传师传想到金刚 以及将我们的愿望 在这个金刚的时候 OK 看着它 想到之后 好了 就对着这杯水画个井字 是 对 就是将我们的东西 将我们的东西落进去 在井字 为之落进去 对 在井字落进去之后 最后在井的中间点一下它 将你的金刚 送进去 藏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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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井字缺 放进去之后 你要传想 传想这杯水 是 全满了所有的希望 和金刚在里面 我才想发达 也好 不管你有多续的愿望 也好 然后就将这个水 喝下去 喝了 就是 仰借神仙的胜水 来帮我达成我的愿望 这是每天做一次 还是怎样的 每天做一次 都是年23到年15去做 当然 你说我喝完之后 特别有感觉 那你就喝了 或者以后可以多些去学习 还有更多 我们有时写很多东西 你看到吗 是 写很多东西 这些都叫做方便的法门 令到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修行 如果日常你也有做很多善事 行善积德 做多些公益的时候 其实你这个能量就会强 是 因为即善之家 神仙都会抬着你的手 帮你画 是吧 他就会有这个呼应 刚才我们第一个就是召唤神仙 第二个 第二步就是 给一些愿望 是的 给一些愿望 我们自己可以喝了 第三个 可能大家都很少听我们的方法 都比较奇怪 但是 第三个就是 在中医里面 其实都有教的 叫做明天鼓 明天鼓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整个灵魂 是通过我们这个头 是跟他去做一个接应 我要明天鼓 首先把我两个手掌 放在耳朵上面 合起来之后 你会听不到声音 然后我们这个 左右的手指 用这个劍指 用这个劍指 左右的敲打 左右左右 左右的敲打 各三十六次 三十六次之后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 三十六次之后 可以试给他看看 整个 感觉就是 天门打开 是的 你的人是需要有灵光的 你没有这个灵光 你怎样去接收 那么多东西 我们这个叫做明天鼓 如果在中医的角度 对你的神 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一个人 如果他没有什么 精气神的时候 其实是神气不足 另外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平时的耳鸣 或者是 头脑常常都痛 或者是有些不舒服 很紧 这个就是帮你去驱散 第三个最重要 就是什么叫明天鼓 而是通过一种频率 在我这个敲打的过程里面 能够将我的一些念想 去通天达地 你说我怎样 天我看不到 神仙我也看不到 天道也不知道在哪里 那我究竟如何传递呢 通过我们一些方便的法门 将我们的心念传达上去 然后我们的心 能够再看到的东西 就是你的愿望所达成 所以我们有时会说八个字 叫做一念所想 万事如意 是的 你能不能够在做这一系列的东西 自己有这个心念 这个心念再通过我们一些方便的法门 就可以传递了 这三样东西 看上去可能是 跟我们以前那些 摆了一样东西 穿什么衣服 又或者去念什么奏 是不同 但是我想说 道门的核心 你一定要有相信的能力 是 有些人 他不行 是为什么呢 你怀疑 你一分的怀疑 就损了他一分的能力 是 你有三分的努力 自有七分的感应 这个就很重要 所以相信是一种能力 第二个 你去做 很多人看了之后未必去做 因为他觉得未必是 你做 他又会不断的有信息 来优化你 如果你不去做 又或者你只是 讀了九次之后 觉得就可以了 但我刚才也说了很核心 你要有感应 你每一步 其实你都要有 改变和不同的感应 每一天有不同的感应 之后 其实就在不断的改变市场 所有的东西都会慢慢反过 给你 好 谢谢